OK 所以 下一場比賽 隨著進行 我們再拿下來第一局 對 第二章是 你不能叫GIPM嗎齁 一直叫做 對啊 叫mercandery 有點長 其實我在想我們可不可以 把他們取個綽號不然那麼長 挺饒舌的 不然mercadery中文啊 MC 蛤 怎麼去 MC MC 聽起來還是 算不太好 還是有點難聽 對對對 這邊 由 Candery採取先防守的一個 我這邊AQ相當大膽 一開場直接A到二艙 那有些不太爽欸 這凱都已經到中路來了 他 他 突然二艙 對 我覺得他這邊其實 一般見譽啊 你第一場打包手有點 先去探對方的基本陣型 會比較好 重陽姐都已經出來了 出來了 這次mercadery相當果斷啊 沒有啦 確定你來AQ 我把你二帶走了 你肯定就是打AQ了 又是該AQ 然後他發現是重陽姐在中路演 就看你破口這部分 所以 他們就 可以果斷的判斷 甚至就這邊 肯定想要打AQ了 我們可以從小地圖這邊看一下就是 MOSENDER這邊有一隻已經摸到了 他們家啦 對啦 但是只有這邊 他們如果進攻再不快一點 就會造成一個前後爆甲的局勢 這隻好像也 不太 欸 推了 應該會抓到一個 不喔 可能一打 直接跳下去 基本上有跳 欸他有 身邊是有意識到後面有龍 對啊他是聽到嗎 可是他剛剛 不是一步 全程進手嗎 還是他有走到 地形上的一些 點 這個 就造成他有發出聲音 可以是 所以又到了 往這邊又剩下兩隊了 不是啊 紅月變成那個 凱凱的隊員 靈魂人物 靈魂人物 可是紅月就要換 但是紅月這邊是哪了 R&K耶 對啊 你看 你看 哇他學生一敵 凱凱在這邊 只要點到一發 他就被帶走 點到 角度 對 凱凱一直想要宣誓 你幹嘛不拿358呢 不是藍子紅的隊員 你拿358你還是有機會的 你拿R&K就沒有機會 我們這次從 韓版他們其實看到 其實R&K這部分 他一直不斷的 被羞弱 包括他的後座力那些 準性擴張 好像一直 一直不斷的被羞弱 就是可能 擴張速度變快啊 但到 慢慢的越來越不穩 所以其實 可以看到像這次像勇幫 然後還有 一些選手 他們都是拿 AMD的部分 那個是被 摩哥誰在贏 我剛才有看到他們就是 那個 7YC被炸死之後 被紅衛隊炸死 然後旁邊那個油桶好像也爆了 然後就 旁邊的隊員就死了 所以 來講的話應該是一打二 哈哈 對啦 有點奇怪 這邊就看其實感覺深色這邊他們好像前置動作沒有做得太好 就是一些收點清點阿 包括像其實有些人隊伍節奏打比較慢 他們連那些油桶的打爆就會避免發生剛剛的狀況 就是如果打爆的話應該十八九就知道這邊有多少 對因為那其實就是油桶就是你從裡面一閘點丟一顆雷出來你雷的橋 然後你再把那顆那個油桶打爆你等於有兩顆雷阿 對方第一次沒被炸第二次一定肯定死了阿 對阿 前面你跳到橋下 對對對 這邊是有的決定打一阿 這不是下惡魔 欸這邊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716的那個LIFE 所以他拿了那個新的轉戰槍阿 台灣英雄德薩58 看起來還蠻炫的阿 不知道他素質上有沒有跟遠藩的差太遠 他可能可以跟凱凱換死他阿 欸他沒看到 欸 哇 這邊有點失誤阿 很大的失誤 因為凱凱明明就被打掉了 他完全 不知道右邊有人阿 直接往左邊走 而且還卡住 他直接卡在那個門上面 轉頭已經來不及 現在剩下一打一的局面 C4是在716的身上 是阿 那是你看到716就是人 哇 你看 逆施到其實側門剛剛床上捷 第一時間沒出現 過了差不多5-6秒 你差不多已經該摸到這門了 他還悄悄摸過來 等你一進門就玉凱把你噴掉了 你看看這個身形 每次都要打贏 對一真的是 情有圖眾 四歲之位嗎 剛好這個勇邦已經 站到這個前線了 有可能 直接轉角遇到愛 哇 真的 哈哈 哇 哇 好大一下 哈哈 其實我是覺得啦 像這種前置收點 其實你不用怕 讓對方知道你在這邊 因為你畢竟 你最少會放一次斷紅 你就大膽的收點一直遇開 反正你先開槍 敵人死的機會比較大 你這樣瘋狂的腦開 因為 把禁點全部收完一圈之後 你的隊友相對也比較輕鬆 你的隊友相對也比較輕鬆 那你會看到勇邦還是一樣在 洪貴這邊 排環 喔 這邊從洪鞋直接從破口摸出來 摸到 進攻方的家裡 帶走了 C4的那一隻阿 所以 馬上就被CYC給 欸 剛剛才發現 這邊 這邊是有兩隻G欸 AQ跟那個CYC 看到AQ 重出江湖了 以前只是因為有雅諾在旁邊 才不敢拿機 這個意思嗎 雅諾在旁邊襯托 所以 雅諾不在 這邊 就囂張了 放我來carry 完全是開鏡在走阿 這走會非常好 那是因為 視野問題 這就是 視角上 視野問題 哇 那又打了一大二 C4在CYC 就看CYC這邊 能不能先 其實這很貴欸 一直在左邊欸 右邊一隻會出 喔 結果 右邊沒出來 為什麼 紅貴這隻 他竟然沒有 馬上出來補槍 CYC這邊有沒有發現 完全沒動作 完全沒動作 可是我覺得CYC 直接上去的話 你更會不會有機會阿 他是 他可能覺得 另一隻隊友 是在 就是側邊 一外圍 這邊 不是照著做的話 應該 那一隻會出來補嗎 神性害羞之類 可能喔 他可能剛剛還是在思考 我到底要不要玩他 那種感覺 我到底要不要拿刀 或什麼 對對對 啊雖然雖然他隊友說 欸你還是拿槍好了 我怕你 砍不到人阿 那個Vegas直接 直接一打二 在中路 這邊 真的是要 一開場就少了兩隻 感覺已經被壓制打了 其實我不太 不太懂為什麼 我這邊是有攻犯 會有兩句阿 這樣對 對我上 會有什麼作用嗎 我覺得 這邊這一部分 就是 喔喔喔喔喔喔 這邊一打三 哇 CYC相當的兇害 放 真的是 被擊倒了 被剛剛那個擊倒了 真的 對 你剛剛竟然敢陰我 欸 看到槍管了嗎 槍管了嗎 哇 他在幹嘛 沒看到嗎 哈哈 電箱阿 哈哈 而且他開箭的是 已經被聽到了阿 完了完了完了 失憋了 阿沒有 哈哈 還好 後面機槍有骨灰來阿 這個 相當大的一個食物阿 槍管一大揭露在外面 尿都閃出來 CYC應該是 真的沒看到 對不對 真的沒看到 現在還是不變阿 還是兩隻G阿 我自己個人是認為阿 就是中槌這張 其實像剛剛 像 AQ 他不是有走 樓梯上去那一段 因為 狙擊你相對用這種 大倍率的進 你相對你 這種 進點的 你需要大幅度甩槍 其實 對於殺人阿 甩槍的穩定度 其實是很大影響 所以一般是 不太建議 出到這麼多把狙 你 一打狙其實就有點 太多了 他 他相對於獵狐 雖然很多進身點 可是獵狐他一炸點這邊 他一炸點這邊 有一條隻隻通到 水池阿 G台這樣子 一整條的 所以 G其實還有一個發揮的空間 可是相對於 這張中槌事物好像沒有太多 只有在橋上阿 意外圍 或是G2點的時候 這樣子 嗯 喔這邊 這邊是有這邊 準備打了 對對對 看那個能不能 無損帶走這一隻 對 真的是無損 真的是無損 呵呵呵 不過這邊可以看無損而已 這邊鐵防也相當很快阿 馬上從家裡補了 三隻回來 兩隻 阿不阿 一直被打掉了 這樣 對對對 重陽節雖然第一時間被打掉 不過他還是很快的補回來 哇 這邊CM只有採取一個 一回一回再一回的策略嗎 呵呵呵 呵呵 神預測應該 會打 中路吧 呵呵呵 對我覺得他們還是打中路 應該的 欸不對 轉彎阿 直接直走阿 可是這樣子的話 會 遇到一兩隻欸 嗯 而且這樣時間上 似乎有點 抓得太緊了 有點緊阿 30秒的時間 他幹掉紅月有點 恩 對尤其紅月這邊要採取一個 非常後架式 對啊 直接架子掌握過後架 你剛剛第一時間帶走他非常的 不大可能 剩20秒還要裝蛋耶 還要裝蛋耶 阿 Ta 2啦 一打3阿 哇一打3 沒有 呵呵 沒有跟上 這個已經 很失敗了 時間不太夠 對 我第一個時間裝得太緊湊 再來他們其實沒有一顆雷 因為你其實探點的話用雷探最好 你直接一炸點內一顆高空雷 你每個位置看得到 只要看到就叫了 你這樣相對省去那些收點的時間 可是到後期的時候應該已經沒有雷可以丟了吧 像在身邊剩下 對對對 你覺得這邊還是要打中路或是2比較好 因為他們收點 因為相對於剛剛其實他們2艙也副力了掉 只剩下惡炸對上 惡炸對上其實很小 真的太多就保證了 凱凱這邊今天在2艙打兩隻啊 用兇而且還直接這樣推出去 哇 其實這邊漏洞是雙閃 我也是不太建議他們2艙2人A出去 你優勢都已經在了 這邊一炸點 哇 直接漏洞反而沒有把握出 就是 第一隻破的感覺啊 他們 第一次進去送完第二次沒有補掉 其實相當大事 喔 勇邦直接要 跑上去 哇 這一次反而變成開採啊 直接被倒掉了 快來了 這一次都打死剛剛漂亮啊 開場就來了一晃二 這邊是AQ這邊也無力回天啊 哇 帶走一隻又帶走第二隻啊 馬上 形成了一個一打一的局面嗎 不過不准生活這邊已經有紅點被看到了 它是不是還不知道 而且還被看到手臂 對啊 這肯定是沒在跑圖 常常說這一句 叫你不跑圖不跑圖 現在才 對啊 被發現 感覺又剛 不是在那邊跑來跑去 你看它突然跑去炸了點 它直接就這樣滲透進去了 真的 我剛才走而且這個地圖沒看到 哇 我在 在幹嘛 在跑在幹嘛 就有一個門 它進來 沒有意識到這一方就這樣進來了 喔 那個 你能知道那個 那邊有多大聲嗎 超大聲 這個蹦蹦蹦蹦蹦蹦 板棒遠遠近不下來耶 一直在跳 似乎有點興奮了 因為剛剛 一波就這樣衝的進來 走到天邊去 時間剩下20秒 3打2 這邊 這邊 其實可以看到這邊 這邊 有蠻多雷的 直接 出進來看見 1打3也有機會 剩1打2 又別有人啊 哇 這邊時間剩下10秒 哇 成分球這邊拖太久了 拖太久了 來不及了 照理說應該是 一換一 哇 哇 這邊反而被轟滅 直接來了 1打2 1打3啊 我覺得剛剛其實 成分球這邊抓掉了第一隻 剩下一隻 他們就三隻一起去撞他 因為畢竟你倒了 你後面隊友還是可以幫你撞他 而且時間就不會逼得這麼久 就算剛剛抓掉的失誤也沒時間去踩了 感覺 剛剛有失誤 讓我就覺得 這是S連賽嗎 滿頭問吼 太誇張了 只能說 可能大家還是第一週比賽 對 剛剛的溝通也很奇怪 有點勝出 好啦 算 第一週嘛 不會講不太好 哈哈哈哈 大家都不好 沒有 我們 敬請期待 對 敬請期待 下禮拜 哈哈哈哈 對 AQ 居然 2唱2唱已經出來了 已經 開了 而且他這次相當大版是 他是狙擊手欸 狙擊手就這樣潛壓 為什麼要這樣 這樣玩欸 看不懂啊 而且紅月還在上面 他就這樣出來嗎 他會不會被紅月A掉啊 他不知道 欸 他 他有意識到上面有了 可是紅月還是跳下來 那是紅月沒有意識到他嗎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 哇 這有點難 誤打誤撞 只能說 這一局的勝利是因為AQ的滲透 有效的帶走了兩隻 我 我覺得 不是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 Messadery 應該是有點 輕鬱了 現在 你看那個 AQ都摸不出來了 不是他要回去了 他感覺 剛剛 太大膽了 我有點嚇到 還是不要好了 放鬆一點好了 他這邊 在惡詐點上看一橋 惡詐點 可是他們相對這樣二艙 防掉其實 對於狙擊手這個位置 因為沒有人幫他看二艙正面 如果直接有人衝出來 就是直接把AQ帶走 非常尷尬 看起來應該是要 這邊 欸不對啊 看他們走路應該是 也是應該要試探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這邊是有1已經回4個 剩一個 凱凱在2 他們似乎已經固定 他們是要打1了 這樣子 所以 兩人先就知道 你要打1 我要EQ這個 喔這個 是我們太建議 為什麼這樣摸呢 一點優勢都沒有 哇這邊嗎 很相當 誇張了 直接 1帶1打3啊 完全沒有掉任何人 就輕鬆的取下1炸點 這邊就看看 開一開 能不能 有效的帶走2隻 哇賽 一顆龍淚開一個噴頭 就帶走2隻 真是神預測 你可能當3個人打 就看看這邊 CYC跟 喔 喔喔 這個 2回4機 接2回4喔 規格 換1個 3 9 4 滑1 5 6 沒有到 所以我現在馬上用另一彈 OK 就看看那個 這邊是有能不能拿下最後一分 真的假的 真的 我跳出來 沒關係我們又回來 哇真是專業 對啊 你現在就有點不好 哎唷我背肌 現在馬上等人已經卡進來了 我們現在逛街了 雖然 是不是 都是一個一換一 可是 對於 這邊是不是沒有太大的優勢 因為馬上等人一次 一換一換一 換進了一炸點內 都位置卡好 有發現 紅月又 還有人在一橋嗎 有發現 這隻還在一橋 對 對 這邊紅月好像很喜歡這個位置啊 那個坦克那一邊的位置 他每一場都幾乎站在那邊 情有毒 這叫紅月會 紅月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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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月一隻 紅月兩隻 紅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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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紅月位啊 紅月 他不敢不在這裡啊 不管光鋒還是手鋒還是在這裡 這 這邊 不急啊 不急拆蛋了 可是似乎沒時間拆蛋 是啊 你那個回音有點大喔 賽平雷劇 你的回音很大 那要調一下還是射點什麼之類的 已經來到6比6阿 看誰拿到1分就贏了 那Murster的原因只要得到1分的話 他們這個賽事就這樣結束了 看起來已經來到5打4 那如果7C優贏的話 我們就要比喉聲到第三章 這邊7C優一開始就掉了AQ這樣子 其實相當的巨大的一個 主力角 就變成一個5打4欸 其實對阿你看像凱凱 他這樣一個人首位其實不是很好手 再加上我們其實剛剛前面看到1這邊 身分手這邊1一似乎 防守並不能有效的2抗3 2抗4 常常都被換掉 感覺他們也要直接打2 我們看CYC能不能幫到開開一點 然後這樣子紅躍就不能到他最喜歡的紅躍味 最喜歡的紅躍味 紅躍味 看起來沒什麼動作 從小姐已經摸到屁股來了 那起來1搖動作 把2搖動作 直接出來了 這邊就主要看CYC能不能有效帶走2、3隻 好啊 開開 開開 開開已經 好啊換到位置不錯了 現在來到3大3的局面 這樣來講應該還是 Mercer的女人算優勢 對因為他們其實位置都卡好 C4也放下 哇 這什麼 這什麼情況 最後是7比6 Mercedary得到最後1分 所以這邊Mercedary雖然打得有點辛苦 但是還是直落2 取笑 只有這個